7月14日首场小组赛,以6比0大胜东地问队之后,中国95年零段的U23国族昨天16日晚上在苏里昂进行的一名亚运贵南族赛小组赛第二个比赛中,以3比0大胜蓄力亚队,尽管尚无法确定会排小组地级, 但中国队两轮之后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现权,进入了16强,年初将门口U23亚锦赛上的那一幕威剧终于翻篇了,一、不让威剧重演,在今年初的第三届亚洲U23锦标赛上,中国队在小组赛收场比赛,终以3比0大胜阿曼队,正当中国球迷满以为中国队可以狼手或不向前挺进之时, 不料却随后却连输两场,未能小组进击,这也让万叶在一次对这支队伍的前景提出了各种质疑与批评, 但幸运的是,95年零短队伍能够在一年之内有第二次机会,取得了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的资格,而小组赛首场同样是6比0大胜东帝问队,此番数战血利亚队, 中国队是否会重蹈覆输,赛前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,多数人也都在回避着这样的话题, 但是,一场3比0的比赛,已经完全给出了答案,就像刘洋赛后所说的那样, 我们能够赢下这场,得益于教练组赛前精心的安排,而且队员们在场上也都努力做好自己, 发挥出了全部水平,更重要的是,在这场比赛之前,我们大家都在相互提醒着自己, 就是年初U23亚锦赛上赢下了第一场比赛之后,后面两场连续输球, 即便是到现在为止,我们一想起那个情况,都有点恨我们自己, 所以,在这场比赛中,我们打起了全部精神,因为我们不想再留下遗憾了, 3比0的结果,让中国队处于极为有利益的形势之中,我真的非常高兴, 整场比赛中,我们的球员始终做得很好,在对手有球时,我们始终能够去主动压迫对手, 而且是在球场的各个区域之内,我们的第三个进球,就是我们高压创造出来的机会, 主教练马达洛尼赛后说道,两场比赛之后,我们整个小组中的形势,也变得清晰起来, 我们取得了6分,有9个进球,失球为0,虽然我没有计算过我们的形势, 但我们肯定将会从小组中出现,二进球如此漂亮,不得不说,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,不仅仅是以3比0击败了对手,结果堪称完美, 更重要的是,中国队在整个比赛过程,内容方面也是可圈可点, 三个进球可以说是最好的注决,而且,必须承认,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三个进球的整个过程,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, 也是近些年来中国各级国四号队伍中所少见的经典之作, 就像主教练马达洛明所说的那样,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的战术部署相当成功, 不管在何事何地,总是给对方以高压,降货球之后实施反击, 创造出了很好的得分机会,像第一个进球,就是中国的11号成立并接到传球, 之后摆脱,从右路传左侧,后点的魏世豪,而魏世豪很明智的选择了投球掉射, 球越过对方门架之后入网,率先改写了场上的比分, 这个进球显示出了魏世豪相当高的水准与头脑, 而随后张玉宁的进球,更是一个罕见的人球分过, 那一脚远射充分显现出了张玉宁的水准, 不得不说,中国球迷先前所期待的那个张玉宁,终于宣告要回来了, 至于第三个进球,更是中国对整个团队进攻的一个经典, 陈冰冰的那一脚抽是绝对见水准, 但是,如果不是张玉宁主动上前紧闭对方的门架, 对方的门架停机之下忙中出错,直接将球传给陈冰冰, 恐怕陈冰冰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机会, 可以说,这三个进球一个比一个体系, 也难怪在现场看球的李皮会露出笑脸, 而作为未来可能遭遇的对手, 韩国队主教练金鹤范,也是看着脸色并不是那么轻松, 当外界宣扬韩国队作为本届亚运会金牌的最大热门支持, 中国队用自己的表现,已经发出了挑战之声, 实际上,比赛结束之后,当记者走进新闻中心时, 印尼本国的记者以及负责主持赛号新闻发布会, 的亚族联官员都对记者说, 中国队踢得非常好,已经好久没看到中国队踢得这么漂亮了。 三,对手脸色不佳,我上一轮打完与阿联球队的比赛之后就曾说过, 与中国队的比赛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, 但是,我不得不承认,0比3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一场吃惊, 对我来说,这才让我感到意外了。 薛利亚队主帅扎基尔赛号说道,而且他是沉着脸色, 走进的新闻发布听的,这场云比赛是我们自己一次次的严重失误所导致的, 我们球员的身体情况,无法继续今天的比赛, 我知道,今天的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, 但是,明天显然比今天更为重要, 我们会为小组争取出现而战, 但是,我更相信中国队会依然以最强阵容出战, 打好与阿联球队的比赛,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入第二轮比赛, 当然,如果我们想要走得更远, 我们需要在后面的比赛中更有效率, 巴基尔说道,在被问及是否因为想在小组出现之后, 不希望碰到韩国队而有一时的想输掉这场, 从而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时, 巴基尔否认了这样的说法, 你其实看一下我的脸色, 你就知道我究竟是怎么想的, 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,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, 而且,今天因为我们输掉了三个球, 如果中国队输给阿联球队的话, 我们或许就将出局了, 所以,在这个时候,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想得那么远,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首先就是取得小组的出现权, 这也是我为什么前面说, 希望中国队以最强阵容出展而联球队的原因, 我必须要说的是, 今天中国队的进球, 是因为我们的失误而导致的, 我们现在还不会去考虑后面阶段的比赛, 现在最重要的是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, 我们在这最后一场比赛中, 绝对不能再犯错误了, 尤其是在本包进去前言, 但是,这就是足球, 因为今天我们犯错了, 所以我们输掉了比赛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